各位植物学家们 大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论坛 看到过这种小油银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棒 这个小油银的这个 这个也是我比较可惜的一点 可惜的一点吧 如果它又是能够找满那种金色的那种毛啊 那价格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大家看的就是整体的这个油的大小 去定这个价格 像我这颗银冠鱼 我感觉它就有那种重用上行 过几年慢慢才会翻下去 去解决这个油水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浇水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水 螺旋钮小油银冠鱼 然后还有这个原钮的这种银冠鱼 然后有的它是它不是螺旋的 它就是小油堆积在一起的 称为佛头银冠鱼 就因为它像那个佛头上面的发迹一样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怎么说 就是明家的那种银冠鱼 就是明人培育出来的那种品种 像我这颗就是古田贝 这颗古田贝或者是第三代侧牙侧牙 它买一颗可能五千 它第二代就是它能产很多 就是跟养猪一样 慢慢的这个基本上成本就忽虐不计了 它卖五十二十都是可以的 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古田贝的 也像它一般的针目就是三角啊 青叶呀这种针目 它的冲击是十分的巨大 加速球体生长导致看上去就特别的诡异 我相信大家就在贴吧 或者是在别的一些渠道看到的一些 影关于它样子很丑 价格很便宜 它加速是生长 让它的油间距极为的接近 一般五厘米 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嫁接 是快速繁殖的一个好办法 石双苗的嫁接 对这个球体繁殖力是没有影响的 嫁接鱼的侧牙再嫁接 两代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